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类似IQ的题目 就是如何以三个步骤 将一只大笨象放入冰箱里面 给三秒钟时间大家想想 一 二 三 很简单的 就是打开冰箱门 将一只大笨象放进去 然后关上冰箱门 就是这么简单了 又再给一个问题大家去想想 怎样可以将Sonok旗舰系列的前级 后级 即是Series 3里面的P3前级 和M3单声度后级两部总共三部机 放入一个一般尺寸的Hifi架的其中一格 是其中一格 您好 陈海川 刚才问那条问题不知道大家想到答案没有 其实一样这么简单 答案其实就在我面前 就是A3 只要你买一部Solo A3 放入一格 那就可以搞定了 行了行了 隐约都听到哭声四起了 这样也是一个答案 不过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厂方介绍A3出场的时候 都有类似的说法 不过当然不像我刚才那样的 烂笑话模式 而是他们很认真地告诉大家 是将P3和M3 毫无妥协地变成一部A3合并机 毫无妥协 相信已经有人在心里 抽情这句话了 怎可能将 三件头 一部前级两部单声道后级 变成一部合并机 一个箱 毫无妥协 或者这样看这件事 如果你打开个机箱 看看它的内容 看看它有多重了 再了解一下它的设计 再听它的声音 你会发觉 它已经在一个机箱里面 将P3和M3整合之余 它发挥到一个 给了钱的人会觉得 值回票价 可以说在它的身价之内 在这个机箱之内 它发挥到它最大的功效 我觉得这样已经算是毫无妥协 这部Solo旗舰系的合并机A3 来了我公司之后 连续两天 我每天花了差不多八九个小时 去听它 听完之后 我有个感觉 咦 今次的设计师会不会有少少计错数 做得A3太好呢 因为我会很相信 如果将A3和P3加M3 即是三箭头的旗舰 前后级 一起通胀 比一些发色有AB比较的话 有可能会影响到P3和M3的销路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在音乐上 我觉得A3 可以说 很接近P3和M3的表现 所以如果是精打细算的玩家 他们可能会这样想 就是 咦 一部A3的价钱 比一部P3前级 还要平一万多元 但它压的空间 它缩的空间 比起那三件机 小六成那么多 哇 很值得玩这件事 如果对着一批 其实它的消费射程 就是A3范围的 我会觉得他们 更加会认为 哇 直接赚了一笔 我不用花钱去买P3和M3 买部A3 就已经可以拿到他们不少的好处 二笔 转迟 得到 一再强调 A3就是P3加M3变成的合併机 当然口讲无憑 大家打开部机 看一看有多少料 多重料 多足料 虽然我之前已经试过 旗舰系的很多部机 例如S3 B3 P3 M3 都见过它里面的内臟 都看到它一种 很日本像人式的井沿 整件事干净利落 虽然这么多料在里面 但你也不会觉得是一种乱的感觉 这件事 看了这么多次 今次在A3身上再看到 我依然觉得有多少惊喜 这么说 之前已经看了很多次 应该不会惊喜 但在A3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都有惊喜 A3 究竟它承择了P3和M3的什么呢 简单说 譬如P3前级 P3前级的输入电脑设计 它要做到一件事 我要转换切断某一个输入电脑时 不止音频信号被切断 连接地也要切断 这件事它就要用一些参考级的计电器 去做 清清楚楚的 将整件事可以说 割断了它 出来的效果是什么呢 在电器性上 它等于根本没有接通到那些未被使用的机器 虽然这条线是真的拨在上面 但是在电器性上 它等于没有接通 即是说 不会再有那些因为接地而来的相互干扰 另一件事 就是它的音量调节 亦都是用P3的模式 不是用那些可变电阻 用碳或者用其他物料的可变电阻 而是用固定电阻 用计电器去开关 所以在P3身上的参考级计电器 和那些为Solo而特别设计 和制造的鲁泊电阻 在A3身上 你依然会见到用了很多 至于来自M3单声度后级的用料的设计 但是一打开A3最养眼的 当然就是那4条 在放大电脑上的铜片 在它的上面 就是它的输出级 看到那4只 或者叫硅壳 完全是承习了M3的设计 用一对功率管推幻 单短放大输出级 它用一只俗称叫硅壳型的晶体管 是一只电流较高的工业级功率管 Solo的设计师认为 这样单短和单推幻输出 就可以由超低到超高频之间的弱音细节 都可以更准确还原 重现出牵动人心的音乐感染力 另外 那几块铜片的设计 其实都有它的特别之处 就是用几块轻质量的铜片 来做散热器 其实在传统的功率放体上 是很少见的 但是在M3身上大家都已经看到 现在在A3身上 它也重复了这个独特设计 这块铜片除了一个散热器 也是一个回流牌 为这个金属壳的输出晶体管供电 这个金属壳的晶体管 它的端子就会穿过这块铜板 直接安装在底下的电路板上 这样就可以免除了不必要的内部接线 同时可以消除电感元件 或者绝缘片不稳定所导致的音质烈化 也都令到散热器 和机箱的物理隔离 也都能显著改善音质 足以令到声音更加通透更加开扬 另外 连接在这个供电的电路板 和放大电路之间的这几件铜片 也是整体结构的一个组件 这就是说 整件事是名乎其细的一石四料设计 Solo能够想到可以令到一件复杂的事 这么精简 这么利落 也都可以说 减少一些使用的空间 令到整件事无论在结构上 或者控制震荡和声音上都有好处 工电部份当然也是另一个重点 大家看到里面有三只牛 左右两只是700VA的环牛 就是负责放大电脑 另外在那个面板后面 挂了一只小一点的 那只就是负责里面的操作电脑 依然采取Solo的一贯形式 就是牛它们没有找些树枝去倒死它 封死它 因为它们认为这样会令到声音变得不生猛 至于漏池和震荡怎么处理呢 它们有加一道金属壳去塞住它之余 也都将那几只牛垂直地挂在这里 令到它们和电脑板 尤其是音频电脑板之间的角度 不会受这个磁路影响 至于震荡 Solo真的做到极致我认为 一只牛它的震荡 如何去通过一些战片 整个机箱的架构 然后再到机箱底下的钉脚去倒走它 或者整部机箱的震荡 如何控制 或者再讲得深入少少的 Solo其中一个 它们做得非常耍家的地方 就是无论电器性 或者是机械性的接地隔离 它们都可以说做得很彻底 做得比其他的同类产品都要彻底 和独特有它们的独步设计 这样到这个接地隔离设计 除了它们用了很多不同的物料 或者架构 不同的方法去倒走它 或者去消耗它之外 另外在外面 大家都会很容易发现得到的 例如在背板上面的输入端子 输出端子 和电源 全部都浮起了 浮起了这个设计 如果你初次接触Solo 你会觉得 咦 这么有趣的 会动得的 会不会是松了呢 其实不是 而是它们经过反复的测试 都发觉 这样的做法 是可以令声音更加生猛 同样是关乎到机械接地 那些能量 怎样可以令到它 不影响到声音 令到震荡的影响 外来或者它里面的震荡影响 都隔离了 在这方面 我相信你不会见到 有其他的同类产品 做得这么彻底 和做得这么特别 这一部机里面 你会见到 大量的参考吸计电器 和专为Solo 而制造的裸泊电阻 这些在P3 在M3身上 你都会见到 同样的用料 也放在A3身上 至于在底层下面 大家看不到 那些小容量的电容震 这个是Solo 一向的手法 他们认为 这样做供电 可以令到 部机更加生猛 因为 小电容量的电容震 充放电的速度 是会比大电容快 这样就可以令到声音更加生猛 虽然A3只是一部合拼机 但是它所牵涉到的 电路设计 它的用料 各方面 如果要讲它 等同要将P3和M3再讲一次 所以 如果你想深入了解到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看看上面的连续 再看P3和M3的影片 你就会清楚 在这个封面故事连煮酒片里面 我们当然有四位评论人 就他们的角度 就他们的口味 去评论 这部机 A3 合拼机 在我们总编 何森先生的文章的大标题是 能轻松驱动三款电堂级的扬声器 何森先生提到 虽然A3用的环牛 用的供电环牛 没有M3那么大 但是它的驱动力 依然可以在我们大坊里面 很轻松地驱动 B&W801D4 Focal Scarlett Utopia EVO 以及YG Acoustic Haley 3 何森先生认为 A3的驱动力 虽然不及得P3 加上M3 两件M3 单声道合级那么强 但是 以他经常提到的黄金一瓦理论 他认为 A3的头十瓦功率 已经可以做到的 漂亮声 以价伦声 他认为A3的性价比 比P3加M3更高 而他发现的另一件事 就是A3 和YG Acoustics 的Haley 3 它的匹配度是非常之高的 他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YG Acoustics 的提供系列 它们的金属箱 是一个密闭箱 所以它们的低音 不会在它的面板 或者在背板 或者底下的洞 再加多一层 去输出 和房间去呕合 但是 你依然会听到 在A3 驱动Haley 3之下 出到的低音 是理想的 就在这个强大的Soloxus 音源系统支援之下 他听了Cobus 平台上 多个他熟悉的音乐党 包括有 钢琴协奏曲 经典的广东歌 摇滚乐 电子音乐 甚至有 古童大口径 日本太古烤鸡乐 A3加上 Haley 3 都表现出非常出色的低音质素 而A3的售价 认为声音表现 无论在质感和量感 他都觉得满意 低频的推力控制力 连速度解像度 清晰度 每一样东西都区阶 韩森先生说 他最讨厌 吐射式低音 不欣赏那些 一味夸张 类近One Note Bass 的重厚低音 A3加上 Haley 3 令他听到音乐文化 节奏感良好 音调变化清晰 量感力度 速度与平均度 区阶的低频表现 韩森先生认为 A3加上 Haley 3 重播英文歌 广东歌只是小彩一跌 可以轻易分析出 每位歌者的歌唱技巧 每个录音的音响质素高低 温暖感 亲切感 各种感情 如实地重播出来 不会加糖加奶 就是原汁原味 何森先生最后补充 在不播音乐的情况下 他扭大音量 就是将耳贴近各路单元去听 他说他只是听到 极轻微的高音电子噪音 当耳离开的单元半尺 已经完全听不到 结论是零噪音 静到好像没有开机 他说他从未听过 几乎零噪音的抗音机 A3真是厉害 英零美的课句 小 Bom 看看 JC 做吧 En Guten C 推出 我们后面先讲 有陳偉昌的文章 他的大標題是釋放澎湃的感染力 他說他用A3來推動B&W的801D科 A3能夠提供充足的密度和厚度 令到音像變得清晰和實在 有輪廓、有份量、不虛浮或不平面 播出Bark的Italian Concerto 大鍵琴有理想的中下盤而高音也平順伸延 光輝的適中不會沾著硬朗 大鍵琴其實不容易播得好 表達勾弦適當分量的質感已經相對不太困難 更難的就是象徵的高音以及低音部分 故事需要重播到大鍵琴的低音當中 包括適當的重量和琴體共鳴 A3沒有添加花巧的潤式 反而可以準確地重播這種樂器 A3平實不粗獲 他的平實當中有足夠的細緻度 尤其是錄音樂器本身有這種特質 他就可以如實地讓你聽到 這麼平均的表達方式 令到A3不單止疑於甲機 對音樂類以至錄音製作的質素 都有良好的寬容度 當然他熱情外向 亦是他不挑剔音樂類型的關鍵要素之一 A3對於還原樂器 音色方面十分準確 播放Jason Marais 的 We Sing We Dance We Still Think 這個15周年的 Deluxe Edition 尼龍結他無論是木製共鳴箱 尼龍琴弦 還是勾子的質感都清楚明確 不會聽錯是金屬琴弦 Tomas 的文章 大提琴鋼琴有足以亂珍的實在感 他說用A3去驅動其中一款他最喜歡的揚聲器 就是這個Skylet Utopia的EVO 聽一首德國Tilcholke的Hybrid的SACD 他是一張大提琴和鋼琴的協奏曲 這個演奏的二人組用慢版的節奏引領他 進入了這個冥想的世界 感受到海洋天空的和諧 合上眼睛去聽 腦海裏面的世界就可以變得明鏡如紫水 他說他的呼吸也都慢慢隨著這個節奏 整個人完全鬆弛起來 得到的是一份輕鬆擺脫了枷鎖的感受 從這個錄音他就可以聽到 原來A3加上Skylet Utopia EVO 去重播鋼琴和大提琴 是有足以亂珍的實在感 另外播放這個大場面的錄音 聽Living Stokowski 的Rhapsody 一種經典的名諜 發燒友聽到耳熟能長的 例如Hungary Rhapsody 當中負勵堂皇的大場面 震撼的動態 對比扣人心弦的節奏 令人緊握拳頭 停息靜氣 講求弦樂群奏的優美 行雲流水 中頻誘惑如詩 加上整體的層次感 只要略為扭大音量 整個大型演奏廳 就好像時空轉移 放在大房裡 Thomas認為在這個15萬以內的教員 買一部合併式抗音機 當然會有很多選擇 有很多歐美名牌的音響 但對她來說 她最重要的是音樂感 著重的是聽覺享受 能夠給她這些 她不會太計較在什麼牌子 或者什麼國家的產品 A3除了她獨特的音樂特性 無論播放任何類型的音樂 都會令她迅速投入進入忘樂境界 音樂內在的感性 情緒牽引 A3都做得很出色 全面的音色表現 至於小弟陳海川 在我文章的大標題一開始 就是我還能挑剔她媽問號 今次我全程是用YG Acoustics的Hailey 3 去試A3 在事前的資料搜集功夫裏 就知道Solo首席設計師 嘉騰壽樹先生 他原本是用Hailey 2.2 作為他聆聽他自己設計的工具 去到去年7月 他更加升級 去到上市了沒多久的Hailey 3 看到這個資料之後 再加上我這次真的兩件都在手了 A3和Hailey 3 一聽之下 得出了我剛才的大標題所說的結論 就是我還可以有些什麼挑剔呢 當然是要加上它的消費 是說139,800的零售價 一開始去聽它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可以將它 究竟它用了多少資料 資料有多重 有多複雜 那些參考數據的東西 全部都放下了 甚至究竟它有多爆 它爆不爆得 這些根本就不會特地去在意 因為要聽的 要享受的就是音樂 以及也都感覺到它一種 失真極低 極低醋的 有典型的優質功率 它既可以勢力溫柔 也都可以有火有溫度 面對大鑼大鼓交響曲的強音大合奏 它都沒有腳軟 也都不會粗狂 A3再加上Hailey 3 聽Isabelle Faust的Solo 小提琴獨咒作品集 一個2496的音樂檔 小提琴的肝和油 細膩和粗糙的質感 擦完應該有的砂石 都可以在這個組合中聽到 出來開揚的空氣感 立體結像戲團 加上乾淨、鹽死者的背景 就好像將Isabelle Faust 帶到我面前為我演奏 Solo 310的Fungo 早期的 沒有古版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24192的音樂檔 透過A3重播 確實令我有驚喜 它令我很輕易地接收到 Solo 310的Fungo 那種好像文歌不太激烈的演繹 但心底裡隱約有一團火 在控訴、質問、抽心的情緒 而這些都是它的微動態 和弱音細節變化上展現出來的實力 再聽一聽麥田之歌 雖然是一個1444.1的音樂檔 A3重播這個合唱的畫面 有大氣、寬廣 另外也可以做到一片和諧 但又沒有過份光滑的感覺 因為從中我都聽到 那些微動態和弱音細節的變化 感受到合唱應該有的參差感 令到整個畫面、整個演出更加生動全神 可以說不其然令到我浮出一個 猶然嚮往與沒有編制的大自然環境 另外再播出這個黑教堂24192的音樂檔 又或者是華格勒 女武神的音樂檔 從中可以體會到A3的柔銀有餘 令我根本不會去在意或特意去留心 她的一高一低究竟撐到有多盡 只是會順著音樂的旋律節奏去感受 這樣就可以聽到 女高音有多亮麗飄逸 男低音有多混厚 強音大合奏 唱得多壯麗 大鑼大鼓驅策力 踏踏實實 就連管風琴低頻的下潛力都實實在在 播出Alan Cuomo 的The Messenger 令我好像見到她的一臉清爽笑容 自在地彈奏 之餘她與這個失樂團不斷交流 一個很立體的音響場面 全神的音樂畫面 A3 合併機 以她這個容易入屋的尺碼 以及不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價錢 更重要的就是剛才提及的音響質素 你覺得我還可以挑剔她嗎? 如果你覺得有東西可以挑剔她 你想去挑剔她的話 麻煩你親自去聽清楚 看看有什麼還可以挑剔 不過重點是 你一定要親耳親自直接去聽 千萬不要透過那些視頻影像的二、三首錄音 帶著個耳筒聽完去挑剔她的聲音